在这个逻辑的层面上 在逻辑的层面上 异化劳动 异化劳动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下 劳动对象化的必然表现形式 就是它是 就是说我们如果从逻辑分析 异化劳动是什么 是讲的它的这个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的 一个劳动对象化的一个表现形式 我只要对象化 我必然是以异化的形式表现出来 异化形式表现出来 那么这是一个逻辑的分析 就是说讲的这个它的一个 就是说我们讲的马克思讲的一个外在形式 他不是在这个博士论文里面讲的吗 这个个体的这个实现 他一定要有一种一种这个物化的一个外在的这个形式 也就是说它的定在 它的一个定在 就是物质的形成 作为一个媒体 这个物质作为它精神的一个媒体来表现它 那么这个表现本来在这个劳动对象化来说 它是一致的 而在异化劳动当中 它的这个本质的东西 劳动本质的东西和它的表现形式 是不一致的 所以它采取了一种异化的表现方式 表现方式 这是特有的讲的它的一个表现形式 那么在历史的层面上 在历史的层面上 异化劳动呢 它是人的一种历史性的生成 一种历史性的生成 也就是说 它是这一个时期人们的现实的存在方式 存在方式 所以这样一个存在 这样一个存在 所以异化劳动啊 它还不是一个方法认的问题 不是一个中介的问题 不是一个工具 不是一个过渡的问题 而是什么 现实的存在 我讲的异化劳动 马上在这儿讲的 我的异化劳动 就是讲的资本主义条件下 人的生成状态 你就是这样一个 你不可 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一个存在 你只要是在资本条件下的生产 你只要是商品生产 是以资本为中介的这种生产 你能必然是以异化的形式出现的 必然是异化形式出现的 所以它是一种这个历史的生成方式 马克思把这种生产方式 开发为什么呢 以财富的占有为标志 以财富的占有为标志 就是说你这样一个占有呢 它是以对财富的占有 是能得价值的否定性存在 我占有了财富 占有了实物性的东西 但是呢 我却否定了我的价值 工人在这个出卖劳动力的过程当中 它获得什么呢 获得它生成的必要的物质条件 它出卖了什么呢 它没有价值了 它的价值伤失了 它的真言没有了 因为它变成了什么 劳动的奴隶 变成劳动奴隶 本来它劳动是表现什么 自由的自觉的活动 自由的有意识活动 在这个地方它没有意识 它就是这个整个机器生产 工业生产当中的一个机器 而它所得到的这个实物呢 就是为了维持它这个机器生成的一个必要环节 这个跟那个机器运滑了以后 绣了以后要加油 是一样的道理 一样的道理 没有两样 所以这样的功能呢 实际上它伤失了作为能的存在 作为它的内存在 如果内存在是普遍是能的一个 自我价值的一个确认的话 那么这个地方呢 它刚好是否定了自己的价值 否定的价值 它占有了财富 作为它肉体维持生成的东西 却浪漏了它作为精神的一个价值的东西 这就是一个异化存在 那么可以说呢 马克思说啊 这个而能的和这个能的存在 这样一个价值否定性的存在 异化存在相对的是什么 能的本质的实现 也就是能的价值的肯定性存在 这样一个存在呢 就是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的实现 所以呢 能的异化呢 它是私有制的产物 而能的价值的回复 能的这个价值的获得 能的这个异化的洋气呢 就是共产主义的实现 那么这两个层面呢 也就是说它的逻辑层面 和它的历史层面呢 共同构成了马克思 异化劳动理论的基本内容 这个基本内容呢 它包含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呢 就是马克思通过分析 资本主义条件下的 功能的生成状况 揭示了异化劳动的基本形式 这是我们今天 我们要下面讲的 就是分析异化劳动的基本形式 第二个呢 就是通过分析私有制运动 和共产主义 揭示消灭能的 异化的存在的途径 存在的途径 所以一个呢 是在分析资本主义条件下 就仅仅在这个资本主义条件下 分析它的异化劳动的 这样一个形式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要分析 这样一个私有制的运动 所以马克思在分析 异化劳动和分析私有制的运动呢 刚好反映了 它在逻辑层面的联究 和历史层面的这样一个联究 是两个层面联究 两个呢是 它可以说是相辅相成的 如果你不理解这个异化劳动 不研究异化劳动 不理解它的形式 你不可能理解 什么是私有制 什么是共产主义 但是你不研究 私有制和共产主义 就不可能获得 对这个异化劳动的 一个历史性的说明 不能获得它的 真实的历史的内容 所以这两个方面呢 是相辅相成的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看 就马克思对异化劳动的 这样一个基本形式的分析 在这个异化劳动的 这个形式上面呢 我们可以说 马克思啊 把它的异化劳动形式呢 开括为四个方面 开括为四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呢 就是功能同自己的 劳动产品相异化 功能同自己的 劳动产品相异化 第二种形式呢 是功能同自己的 生命活动相异化 第三种是功能同自己的 内本质相异化 内本质相异化 第四个是 能同能相异化 能同能相异化 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 这四个异化形式之间呢 它们之间的这样一个 一个结构性的关系 就是分析一下 马克思是怎么得出 这四种异化的 它们之间反映出来的 结构关系是什么样的 为什么我们说 不理解马克思 对能的本质的说明 那么你就不能理解 这个异化劳动 异化劳动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 那么首先我们看 第一种形式 这是马克思啊 研究异化劳动的一个 基本的出发点 基本的出发点 就是说首先 能不能在现象上 如果从国民经济学的 这个分析的话 在现象上 人们直接看到的 就是什么呢 功能同自己的 劳动产品相异化 功能之所以 不能占有自己的 劳动产品 首先是因为 它不能占有劳动对象 这是一种因果关系 这是一种因果关系 那么这种因果关系 它所表明的是什么呢 劳动的异化 是由资本主义的 生产特点决定的 生产特点决定的 因为劳动者和劳动对象的 这样一个分立 劳动者和劳动对象的分立 刚好是资本主义生产 特有的一个本质的东西 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的 一个前提 如果两者不分立 资本主义生产是不可能的 资本主义生产不可能 所以马克思强调 就是说 劳动者和劳动 对象的这样一个分立 是整个异化劳动的 这样一个原因 也就是说 是工人和自己劳动产品 相异化的原因的时候 他就已经把异化劳动 归于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也就是说 是资本主义条件下 商品生产条件下的 一个特有的现象 一个特有的形式 而且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 必然产物 这是马克思从现象上来分析的 那么第二层 马克思既然他不能占有他的资料 他在自己和对象是分立的 那么他必然在他的活动本身当中 必然是分立的 也就是说 劳动的异化 它是在他的活动当中 也是表现出来的 就是说劳动对于工人来说 既然这个对象不是他的 那么劳动对于工人来说 他是一个外在的东西 是一个外在的东西 也就是说 不属于他的本质的东西 他在劳动当中 不是肯定自己 而是否定自己 他不是感到幸福 而是感到不幸 是不是自由的 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治理 而是使自己受到肉体的折磨 精神遭到摧残 他说因此的工人 他在劳动当中 他是感到不自在的 而在劳动之外 才能感到很自在 之外是属于他的 而劳动过程当中 他是属于资本家的 属于资本家的 所以他在不劳动的时候 他是非常的舒畅 非常的舒畅 而在劳动的时候 他感觉到非常的不舒畅 非常不舒畅 因此马克思说 他的劳动不是自愿的 不是自愿的 而是一种强制性的劳动 强制性的劳动 他的劳动不是为了满足一种需要 而是满足劳动以外的那些需要的一种手段 就是我为了满足以外的东西的 本来劳动是目的 它是什么 它是人的价值的实现 是人的生命活动的实现 结果现在变成了什么 维持生命的一种手段 维持肉体生成的一种手段 所以把这个劳动 本来是目的变成了手段 也就是说他把目的和手段颠倒了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什么 把这个生命价值的创造 变成了生命价值的一种贬值 这就是劳动的异化 那么也就是说 工人同自己的内存在 它是相异化的 那么考察这两个 也就是一个是从他的结果 从产品对象来考察 那么一个是从他的活动来考察 这两个都是可以看得见的 都是他在历史过程当中 可以看得见的 但是考察了这两个 异化劳动以后 考察这两种异化劳动以后 那么马克思就做了一种抽象 就做了一种抽象 从逻辑上 开垮出第三种和第四种 这个异化形式 所以第一种第二种 是马克思对这个资本主义条件下的 这样一个 就是说生产的结果和生产过程 本身进行考察 而马克思的第三个异化和第四个异化 就是对前两种异化的一种抽象 就是开垮出第三种和第四种 所以第三种和第四种异化 不是你能看得见的 而是通过逻辑的抽象 这个逻辑抽象 刚好和它对人的本质的理解 它是相对的 所以它说的第三种异化形式 是能同自己的内本质相异化 那么所谓从能同自己的内本质相异化 就是把内生活变成了维持个人生活的手段 这个我们在前面讲了 讲这个内生活什么 它的普遍性 它的生产生活 有目的 有意思的活动 也是能得一种创造性的活动 也是能得这个自我价值的一种肯定性的活动 肯定性的活动 或者说它是能得精神生命的创造活动 我精神生命创造活动 而这个异化劳动 作为和能的本质相对象的内本质的异化 就是我的这样一个活动 本来是一个创造性的活动 降低为维持肉体生产的活动 肉体生产的活动 我们说能得肉体生产 肉体生产的活动 也就是说生命的延续 它只是实现生命创造的基础 我没有生命 我当然是不能进行创造 但是生命的创造 一定是高于肉体的创造的 我这个人吃了喝了 那么我没有价值目的 我不能称我自己是能 我不能有幸福感 是吧 我不能有幸福感 我的幸福感是什么 是从我的精神里面活得的 是精神 我比方说我希望有 我举个很 就是哪怕不是一个很高尚的例子 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比方说我要 这个有很富裕的这样一个生活 是我的幸福的话 那么我要创造这个富裕的生活 我的这个幸福感是什么 也是从我所能够得到它为基础的吧 是吧 得到它为基础的 但是我能把它变成一种幸福是什么 是我的一种精神上的需要 是我一种精神上 它是服务于我的精神需要的 当然作为这个人的生命价值的实现 还有更高的目标 更高的目标 就是自我实现的目标 那个马斯洛把人的这个需要分为五等 那么其中它前面包括这个 首先你是要满足这个 这个你的生活的需要 然后安全感 这个人的安全感也是需要的 就是我除了有吃有喝以外 然后我还需要安全 它是所有这些都完了 还有心理上的满足 这个各种满足 然后最后有个自我实现的需要 就是能得生命价值的一个提升 我创造的劳动 我要得到社会的承认 要得到社会承认 要社会要来珍视我的价值 珍视我的价值 所以这样一个 就是我的价值要得到一种 这个社会实现 那么这是一个高层的这样一个需要 而这样一个需要的 在异化劳动当中 在内本质的这样一个异化当中 它全部没有了 我所有的活动都变成什么 维持我的肉体生成的一个手段 一个手段 劳动在这儿不是目的 不是目的 而是变成了一种手段 一种手段 那么这样一种类的异化 那么这个时候呢 本来这个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 这个活动是自由的 是创造价值的 是自我价值实现 那个毛泽东在这个 卫能民服务里面讲 但是把这个人的价值提升起来了 为能民的利益而死 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就是说这个 是吧 把那个人的这个生命价值 把它提升得很高啊 把泰山还重 如果你要是不为能民利益而死了 就是你是 就是说是比红毛还要轻 就是把这个人的生命价值 他的这个生命价值 和这个非生命的这个价值 把它把它区分开来了 把它区分开来了 但是这样一种活动 从因为你在前面两个异化了 所以它表现为什么 它表现为一种手段 表现为一种手段 表现为一种异化 所以这是一种内的异化 那么这个内的异化呢 马克思认为包含两个方面的 包含两个方面 一个是个体和他的人的内本质的分离 就是说个体的劳动 不再具有内的特性 不再具有普遍性 本来我说我作为生命的活动 自由自觉的活动 是人的内活动 是内生产的活动 所以它如果要是非异化的状态下 它是一致的 我的这个创造 生命的价值创造 就是我的内的实现 但是现在呢 我的创造的 只变成了我的个体 我不拥有内 而是把我的内 把它浪出去了 所以它表现为什么 个体的劳动 不再具有内的特性 不再具有普遍性 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 内生活和个人生活的异化 所以作为内本质的异化的 第一个含义呢 讲的是个体 个体的生活和内生活的 这样一个分离 一个分离 也就是说内生活和个人生活的 一个异化 这是个体和内的一个分离过程 第二层含义呢 是指的把维持肉体的生活 把维持肉体的生活 当做内生活 当做劳动的目的 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 把抽象形式的个人生活 抽象形式的个人生活 变成同样抽象形式 和异化形式的内生活的目的 就是把这个抽象形式的个人生活 所谓抽象形式是什么 它不具有内特点的 这样一种个人生活 变成了一个内生活的这样一个目的 所以马克思认为 他说人的内本质 作为人的普遍性的存在 是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表现出来 那么马克思就说 如果从这个内本质来说 他首先做第一个抽象 那就说你能和自己的内区分开来了 能和自己的内区分开来了 你在活动当中 不是体现你的内本质 不是体现你的生命价值 你的精神的东西 而是什么 而是为了维持你肉体的生成 也就是说我们讲到 动物是不能超越自己肉体的生成 它是为自己的 以自己的肉体的存在 自然肉体的存在 为它的这个目的 为自己的目的 所以它是不发展 是没有精神的抽象的 那么你现在一个功能 把自己降低到为什么呢 我所有的活动 都是为了维持我的肉体的生成 包括对我的这个生命的 这样一个子女的出生 这样一个繁衍 那么是不是我把我自己的 这个生命活动 降低为一种 这个动物的这样一个活动 是吧 是一种动物的活动 而不是能的活动 能的活动 恰恰在于什么 它不是为了满足肉体的需要 而是为了满足精神的需要 所以满足肉体的需要 它是一种动物式的活动 所以马克思在这儿说了 实际上你把这个能的生活 变成了一个动物性的生活 动物性的生活 那么这样一个生活 人的这样一个类的异化 它是怎么表现出来的 马克思说 人的类本质 它作为一种普遍性的东西 它的普遍性是在什么 人和人的之间的关系当中 表现出来的 所以呢 这样从人对自己本质的异化当中 它就必然出现了 人同人相异化 同人相异化 这就是马克思啊 从第三种异化形式当中 开阔出了第四种异化形式 也就是人同人相异化 马克思把人同人相异化呢 看作是能的异化 所谓能的异化呢 就是一个人同他人相异化 以及每一个人都同人的本质相异化 人同他人相异化是什么呢 就是说 这个地方马克思讲的 人以及每个人同自己本质相异化 人同人相异化 就是个体 和他的内相异化了 我这个个人啊 和我的人的本质啊 把它异化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马克思是把个人的异化 每一个人同人的本质相异化 作为人同他人相异化的基础 之所以能和人发生了异化 是因为能同自己的本质 发生了异化 既然在资本主义社会当中 每一个人都发生了内本质的异化 那么能同人的异化 就获得了一种普遍性 所以能和人的异化 它是一种普遍的 那么这种普遍的形式 马克思说就是宗教 就是宗教 而它的实践的形式 就是异化的生产和异化的劳动 所以异化劳动 作为异化劳动和异化生产的 这样一个实践活动的 一个理论表现 就是宗教 是宗教 这样马克思就把人同人的异化 看作是异化劳动的完成 当这个异化 如果只发生在功能里面 它是不普遍的 当它一旦发生到 人和人成为一个 普遍的社会形式的时候 它是不是就成了一种 这个异化劳动 就真正的完成了它的形态 就实现了全社会的这样一个异化 全社会异化 而这个异化社会就是私有制 而且是资本主义的私有制 这就是状况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马克思所分析的 这个劳动的基本形式 从一个现象出发 然后进到对本质的分析 然后从对本质的分析当中 进到了对私有制的把握 所以马克思分析私有制和共产主义 不是一个现象的描述 而是通过异化劳动 进到了对它的本质的一个说明 对它的本质的一个说明 这就是我们讲的 这个异化劳动的这样一个形式 那么怎么理解这个 马克思所说的私有制和共产主义 我们下一次再讲 对象来说 那即使 ox得 里面 因为 我们下一次 他又中心 的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